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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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的 我不要 每天这么忙还给我增加工作量 给你 还不解释吧 走你 你又看 这地铁炸鸡的脾气可不小啊 地铁票买多了一张吗 那个机器当场给我吞进去又吐了出来飞了楼远 口味不对 努力白费 人家可是有原则的 妈妈出门买菜料 哥哥带娃有一套 妹妹不吵也不闹 一闪更比一闪高 全自动带娃模式 给她一个够得着的目标 使妹妹的注意力全在一辈上的棒棒糖上 哪还有工夫去吵哥哥呢 你瞅瞅啊 花式带娃一点没耽误写作业不说 妹妹吃个糖相当于做了个体能训练 糖还没吃完 估计就累得睡着了 兄弟几个跟我走 接近要喝蓝门酒 那声响 好不容易凑齐了几个能喝酒的 真正需要的却是干体力活的一把好事 我家里面的酒几乎都是父母自己辛苦苦酿的 父母这么辛苦 不要让他们浪费了 然后我们想就是说不要像别人 我们要弄一个就是一个独特一点的吧 回来的时候大家年轻人嘛 平时都喜欢玩手机 然后呢平时的话都不怎么遭遇的 然后我就跟我们也想着 这样子玩的话到时候他们还可以就说 别在那里剥玉米然后别聊天这些的 物尽其用 人尽其才 早知道这么费手就带个包玉米机了 论结婚人带的多的好处 要不天黑都有可能进不去新娘家门啊 大爷大妈腿脚好 街头百米冲刺跑 你以为上场打折领免费几大娘 不不不不不 眼瞅着婚车停抗 大爷大妈是腰也不酸了 腿也不疼了 追着撵着腰红毛 前面的大妈腿脚就是一下车那些大妈就追着过来要红包 像是抢一样把我吓到了 就拿着塑料袋啊 还有那种背着孩子的 还牵着一个 还要给孩子要 有时候你拍照他又过来挡住你 那些新人不是要在公园里面拍照吗 他挡在新人面前 不要人家拍他要红包 你给的一两个就算了 他后面他还来要 如果你不给的话 他们就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不吉利的话 就要为骂人 你们都无儿无女吗 你们儿子姑娘这辈子都单身不结婚吗 要钱挺痛快 我这还有面具呢 你们赶紧戴上吧 连都快丢没了 行车路上要当心 平安二字之前进 路口金仙俩司机 等红东时比丧隐 只见俩人下车就是一顿 虎鹤双形外加佛山无鹰角 在大马路上切索武艺做起药 吵归吵闹闹闹闹 不拿动手开玩笑 不知道动手成本高啊 咋不知道呢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 比赛第一友谊第二 只见俩人由拳击边摔角 最后变成握手言鹅了 相逢一觉闽恩仇 你俩说没事就没事啊 扰乱公共秩序 行政拘留五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